1965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文革热身 主要表达对毛的忠诚 查找有哪些对毛不忠的人合适 山东一位姓李的语文老师被人告发 说他在上课的时候讲过 毛当年在刘洋被敌人追的 趴在水沟里藏身 这是赤裸裸污蔑毛主席 伟大领袖怎么会趴在田间 水沟里苟且求活 学校马上翻遍学生们的书本 查看听课记录 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课本里 找到当时听着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 毛主席藏身水沟 摆脱敌人尾追的激紧故事 证据确凿 县公安局来人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 把李老师抓走 李老师很不服气他说 这故事不是我瞎编的 是从书上看来的 公安叫他说出是哪本书 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没有根据 就是他瞎编 这是抵赖和顽抗 很快 李老师被判刑八年 他老婆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 当时怀有身孕 跑到县里海运教区 县领导说 你去找 只要你找到那个故事的根据 我们就放人 这个女人信以为真 牢记在心 到处食废纸 找人念给她听 希望大海捞针 能从纸片中找到这个故事 拯救自己的丈夫 这是她和孩子唯一的生活信念 不幸的是她捡来的满屋子的纸片 最终失火 反过来烧死了自己和孩子 后来李老师刑满释放 在军轩队代表的帮助下 终于找到了那个故事的出处 刘洋玉衔 作者是谢绝哉 最终据此平反 但那个为救她 而捡了无数废纸的女人 却永远看不到了 这个故事出自冯记才 100个人的十年